第一次鑽基本體 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其實還好 他說我們有個曲線是 y 等 x 平方 那麼他說我們把 x 等 1, x 等 3 跟 y 等 0 所謂的面積把它定為 S 那麼如果把上面這個曲線 1 跟 3 分成 8 等分的話 然後把 S 分割 求它的近視值 它得到一個上和跟下等 好 那這個題目的話我們大家畫個解圖 然後 y 等也跟乘以方長這個樣子 然後它藉由 1 到 3 之間 所以呢很明顯它找是找這一段 1 到 3 喔 還有很久這塊的那個面積 OK 好 那第一件事情是 你告訴我它的寬是多少塊 它不是把它 8 等分嗎 那問題是全長多少全長應該是 200 所以每一等分的寬應該是 8 分之 2 所以它的寬應該是 1 分之 1 對不對 好 寬是 1 分之 1 那現在比較難題要算高 高等分是多少 好 我們先算一下上和的部分 上和的話呢 我們找的是這個 U 8 的話怎麼算 因為總共有 8 等分嘛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 8 等分的每一等分把它算出來 對不對 好 每一等分的寬或是固定的都是 1 分之 1 現在問題是高是多少高 如果我們把馬圖再放大來看的話 如果這個地方是 1 這一段應該多少 這一段 這個點應該是 1 又 1 分之 1 對不對 那問題呢 我要找這個點還找這個點 如果從我們來找這個上和的話 所以要找這個相對高點的地方 對不對 所以換句話說我要帶這個點做標才對 這個外坐標 所以我應該是 1 分之 1 乘上這個 Apple 1 又 1 分之 1 看懂嗎 會啦 好 然後加上以此再推 1 4 分之 1 第二段的部分 應該是 Apple 1 又 四分之 啊對不起 不是 不是4分之 呃對 8 等分 1 又 4 分之 2 對不對 好 以此再推 加上 1 4 分之 1 乘上 Apple 1 又 3 分之 1 然後頂頂頂頂頂頂頂 頂到最後一個是 加最後一個是四分之一 m3 這樣子 好 那這個展開的結果是多少 變成了 把四分之一先通路提出來 一右四分之一帶進去的話 其實是 一右四分之一等平方 加上一右四分之二等平方 加上一右四分之三等平方 加上一點點 加最後一個是 三等平方 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呢 其實就可以把它畫成什麼東西 變成了sigma 這也不是平常用它嗎 它相當於sigma從 k等於一右四分之一 一直到3 然後帶進去也是 k平方吧 對不對 所以我直接帶通這個勾式 所以你不好推 四分之一 六分之 多少 n乘也n-1吧 那這邊的話呢 你要小心一點 因為我會不從1出發的 k不從1 所以等一下還要把他解掉一個 最前面那一個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 所以他等於 帶3進去就可以成了 6分之3 乘以3加1 然後 6加1 ok 好 減掉 減掉那個 一右四分之一的時候 減掉一右四分之一的時候 ok 所以要減掉 所以要減掉 多少呢 1又四分之一的時候 我看一下 減掉 x5 減掉 impacto 減掉 一些 surprised 四分之一吧 四分之五 四分之五 四分之五加一 二分之五 加一 這樣子 OK 再把它計算一下 那算出來的結果呢 是等於 十六分之一五 十六分之一五 好所以這是上合的部分 那下合的部分的話呢 就剛好反過來 就變成 也不是反過來 就是變成說 我早早起早是相對低點的部分 所以應該早起 乘上去是 也是一樣 F 一又四分之一 然後也是一樣加幾點點加 最後一個是 四乘煞 Apple 二又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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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能也是一樣 四分之一提出來 所以這邊成了 一的平方 還有一又四分之一的平方 然後 好 那我供依次再推 一直到最後的 二又四分之三的平方 然後這邊的話 我們提供給你另外一個 要有一個快點的解法 就是 你可以這樣算 一的平方 就是四分之四的平方 一又四分之一 想的是四分之五的平方 四分之六的平方 一加最後一個是 四分之 多少 四分之四 四分之四 四分之八 八加三 十一 十一 十一怪怪的 二又四分之三 八加十一 二又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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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四分之十一的平方 OK 好 然後呢 這邊的話 因為當然有四分之一 可以把它提出來 所以變成 四分之一 你把那個股音的下面四分之一 把它全部提出去 就會變成十六分之一 然後下面就變成 四的平方 加五的平方 一直加到十一的平方 所以 你看這邊一下 代表上面這個啊 上合的部分 你也不記得 要下一個這樣算 這樣算很久一點 用下面的話 把它算出來 就是你先把那四分之一 的平方先把它提出去 好 然後接下來就一樣 就變成 六的四分之一 然後呢 Sigma 可以等於四到 十一 然後 一樣 k平方 所以就一樣 就拿十一的平方 減掉那個 四的平方這個部分就好 所以變成六的四分之一 然後你就一樣 你的n就代入那個十一 就變成了 六分之十一 乘以十一加一 二十二加一 然後減掉 如果減掉四的時候 減掉四的時候 減掉四嗎 減掉四對不對 減掉三吧 所以上面這個地方呢 哇 這邊好像也有點問題 這邊應該不能帶三 應該是本來應該帶多少 你知道嗎 帶一才對 對不對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這裡是一又四分之一 我們在減掉一才對 才可能出現四 才可能出現一又四分之一結果 對吧 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齁 所以這邊應該減掉的是那個 一又四分之一 其實狀況應該是要帶一才對 所以帶進去應該是要帶一 我看一下喔 二 一又四分之一 上面的部分 這個上面關心等一下 這個上面又卡純修正一下 下面關心解決好了好不好 是要帶三 所以就變成了應該是 三乘以四 乘以七 這個行快一點 OK 好 所以答案 是等於十六分之一二三 十六分之一二三 十六分之一二三 那這邊的話 不好意思 我可能要用藍色的比拔 稍微做修正一點 會不會加好一點 這邊的話呢 不好意思 我建議你的方式 其實應該是跟剛才這個地方 最後一行 上面沒有問題 然後 是最後一行的部分這邊 我們稍微修正一下 好不好 你把這個地方把它拉過來這邊 最下面這個地方 它其實應該等於 我們在做一個部分 就是應該把它一樣提出去 所以應該是一樣 四分之一 乘以十六分之一 然後 後面的部分應該是五的平方 因為一又四分之一 等於四分之五 然後四分之六 所以應該是五的平方 一直加哪 一直加到這個 多少 十二的平方才對 降算比較好一點點 所以要等於六的四分之一 然後一樣 Sigma K等於五到十二 然後K平方 降算比較不容易出錯 要等於六的四分之一 然後乘上 一樣 六分之 先代十二 代十二 所以就變成了 N乘以N加一 二N加一 所以變成了 十二 乘以十三 然後乘以 二十三 然後減掉 六分之一到四 所以要帶四進去 所以四乘以五 乘以七 這樣才對 這樣才可以 變成十六分之一五 這樣比較好一點 聽懂意思嗎 可以啦 好 所以它的那個 上口跟下口就都酸酸出來了 好嗎 好嗎 好 很棒 好 好 好